美国国防部昨天发布了一个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 报告称中国已经拥有超过500枚可拥有作战的核弹头 且2030年前将增加到超过1000枚 那请问是否舒适 首先啊美方的这份报告和此前的类似报告一样 罔顾事实充满偏见 散布中国威胁论 目的呢不过是为了自己这个维持军事霸权找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我们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无意同任何国家搞核军备竞赛 中国的核政策在核武器国家中是独一无二 而且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测性 任何国家只要不对中国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 就不会受到中国核武器的威胁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 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 持续投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推进战略力量前沿部署 强化对盟友与延伸威胁 这些政策行动加剧核军对竞赛 与核冲突风险 只会恶化全球战略安全环境 我们敦促美方并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国防建设 停止年复一年的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报告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 两养军关系稳定